字幕提供 哈囉 歡迎大家來到 兔女郎的頻道 我是兔兔 今天要跟大家討論 生了小孩之後 如何維繫兩人之間的關係 以及進入三個人關係之後 如何達到平衡 說到進入三個人關係 好像在講感情中的第三者介入 從兩個人進入到三個人 整個家庭的狀況是失衡的 一把小孩帶回來的時候 其實整個生活是 亂的 這種感覺就像是 兩個人的敲敲板站得很穩 突然加入第三個 重心就這樣隨便丟一下就 哇 因為其實兩個人的時候 我們兩個人都很知道 如何配合彼此的腳步 有些事情你不用言語 我們就知道說 現在該做什麼 現在該做什麼 第三個人進來之後 其實我們就等於是 一直在聽他的聲音 在這個時候 其實就會出現問題 你要怎麼樣從兩個人 變成三個人 後來有發現一個很重要的事情 我們直接進入第一點就是 一定要先照顧好自己 再照顧寶寶 我其實很簡單 我就是 有睡飽就好 有吃好有睡飽 可是那個時候 你有遇到什麼困擾嗎 在我們一開始 寶寶帶回來的時候 有一個照顧自己的方法嗎 我餵奶我可以餵他 吃整天沒有關係 可是 那時候還沒睡過 月前的什麼2點 6點10點 其中一餐 就6點跟10點前 用一餐要交給你 因為我一定要連續睡的時間 大於3個小時 那個時候就跟你協調 我覺得我一定要讓我自己睡好 如果我沒有睡好的話 就是會莫名的煩躁 會影響到家裡每一個人 講到一個重點了 我覺得只要察覺到自己行為 會影響到別人的時候 這是很需要察覺的 我知道寶寶很重要 這我認同 坦白說沒有我們照顧寶寶 寶寶要怎麼樣繼續生存下去 繼續長大呢 但是要察覺自己的情緒 有沒有影響到別人 超重要的 因為其實我也是這樣察覺的 然後我才驚覺說 對我應該要照顧好自己 我自己的狀況是什麼 那時候我也是有 偏母愛少一點這樣子 也不要這樣說啦 我覺得你就是 也需要幫我們 注意一下我們工作的進度 你有其他壓力在的時候 而且我覺得你知道 我會顧好宅宅 反正那個時候我就是 每次一照顧小孩之後 我就很容易想著說 不行這個還沒做 那個還沒弄 因為工作沒辦法 我們還是要養家活口 這肯定跟我們收入有直接關係的時候 我一定是要花時間去完成那些任務的 家事也很多 事情全部重疊在一起的時候 我們該怎麼樣取得平衡 當然我們最後是以找保姆 就是讓自己時間變更多 去做為一個方式 還有就是找居家情節 這個是 鋼琴旁邊的小鳳梨 這真的很小 然後動物的毛其實都會跑進去 阿姨就會幫我小得很乾淨 簡單來說就是 我們沒有時間做的事情 必須交給人家做 我們自己把自己的時間 拿來做工作的事情 所以就我覺得 如果意識到自己的行為 或者是情緒開始營 影響到家裡其他的成員的時候 就是要反制一下 造成這個影響的真正原因是什麼 然後再去從根本的解決 我覺得就是一種照顧自己的方式 我的me time還是很重要 心靈上面要達到一個很好的狀態 所以你還是要維持有你自己的興趣 例如說我的興趣是 我喜歡看電影 所以我前一陣子就買了一箱DVD回來 你傻眼對不對 對我很傻眼 那個電影就是他喜歡 但我還好 就是我們沒辦法一起看的東西 我看電影是要非常專心 然後燈都關按 然後那一段時間 就完全沈浸在這個電影裡的那種人 所以他在看電影的時候 我就會抱在這載宅的房間 陪他講話或是做些什麼事情啊 然後你自己的興趣是 例如說你會彈鋼琴啊 就是我們會有自己的一些興趣 然後自己花自己的時間 去沈浸在裡面 這些事情做完之後你就會覺得 又充電了 你就會覺得你快樂情緒好 你就可以用那種比較正向的能量跟狀態 面對家裡的每一個成員 不是只有在這還有寵物 其實我覺得都是 大家都很敏感都知道 現在的環境裡是哪一種氛圍這樣子 所以就是給大家提醒說 進入三個人關係之後 其實自己才是最重要 你們就是這家裡的蜘蛛 你們好大家才會好 對 不然就是會造成無限的爭執 沒錯就是到複循環裡面去了 好第二點其實就是要 保留兩個人獨處的時間 我覺得比較像是我們兩個還是很想要維持熱戀的關係 希望有的小孩還是可以繼續保持這樣的感情狀態 剛進入這個三人世界的時候 我覺得我們也在習慣 因為他很多事情是那種生理需求需要很及時 例如說肚子餓 他想要哭 然後尿部要壞 然後我們兩個如果說那個節奏沒有對好的時候 就變成兩個人全部都在那裡去 Focus在他身上 可是這樣子就會變成是 我們兩個其實沒有把時間留給彼此 一個人顧保另外一個人開始Google啊 或是班舊邊開始找看能不能解決這個問題 在初期一直在這一種狀態裡面 明明在同一個屋簷下 可是我們覺得我們好遠 其實之前有一集在講那個四年的婚姻的時候 我們就講到說我們兩個聊天的內容大概就是在 討論價值觀 想法上的交流 我們必須要知道對方真實的想法 就是要套用然後要怎麼樣 價值觀的交流 我們想要的聊天是有一些標準 那種簡答題是不允許的 就例如說什麼你今天想吃什麼 那不是聊天 而不是說你今天要吃什麼 那個不是那只是一味一打 為了處理事情的文化 我們要價值觀交流 有回饋的那時候時間就失衡嘛 還在適應有一個寶寶 他有固定時間的需求跟非固定 固定是喝奶嗎 不固定就是他可能突然哪裡不舒服 或他突然易奶或是什麼 你要去做的處理 所以我們那時候時間根本就整個亂掉 我們那時候發現是說分頭忙完之後看到彼此然後說 就一開始時間還沒有搞定 也還沒找保姆的時候 我們的做法就是寶寶餵奶的時候 我們兩個人都會在恭喜的房間 在恭喜喝奶的時候我們會聊天 當然很多人會覺得 恭喜喝奶要半個小時一個小時很久 可是對我們來說 剛好因為有這半小時一個小時 所以我們可以一起在那個時間相處 然後可以在餵奶同時可以聊天 有時候是你餵 有時候是我餵 但是一定會至少有一餐一個小時的時間 我們都在彼此旁邊講講話 聊的就是啊覺得這樣一家人的感覺很好啊 貓狗都在旁邊跟著一起陪伴啊 覺得很快樂這一種 當開始有找保姆之後 我們開始進行到戶外的約會 偶爾有這種兩人的時光 還是很重要的 重溫一下兩人的世界 有一句話叫莫忘初衷 但是我要說人是會改變的 但有時候只是你要回味一下 你的原本是什麼樣子 然後再想想現況 原本的那個其實是很有熱情的狀態 你必須要回去然後充個電 然後再來現況 那個是會有不同的能量的感受 我沒有想著這麼複雜 我從事就只是覺得 我說我會愛你 我愛你比愛恭喜還要多 我就是不一樣的 我就是要讓你感受到 不然你每次看著我對恭喜這樣照顧的時候 你就會覺得我比較愛她 她手機裡都是恭喜的照片 明明也有你的 因為我花時間在照顧小孩的時候 你就覺得我好像很愛她 我覺得我應該也要有實際的行動表達對你的在乎 所以我覺得我應該要有一個 你的專屬時間 讓你好好感受我 完整的我 只有我 也要讓你感受到 你也是被在乎的 下一眼其實是我要給懷孕的人的一些察覺啦 找回原本的自己蠻重要的 懷孕真的有一種 重生的感覺 可是我覺得這個必須是要自己懷孕過才懂 我只能試著理解 但我沒有辦法親自體會 就是很多東西你會一時之間突然你就當媽媽了 實際上狀況跟你之前預想的又不太一樣 小孩出生責任已經在那裡 你有一種被趕鴨子上架 沒有辦法去細細品嘗 這個到底是什麼感覺 喔 對 你講到重點了 沒有辦法細細品嘗這是什麼感覺 懷孕的時候也有這個感覺 因為你生活在走 你要完整經歷過你才能回去感受 這就跟那個讀書心得一樣 你在看的時候你不可能當作就寫新的 你一定是整個電影看完之後 你想想看剛剛生物情節 喔 都會都會拿來寫出一個新的 所以我覺得懷孕過程其實就像電影這樣播 因為你正在走 所以你沒有辦法體驗全部 對 你還不知道未來發生什麼 做的真的太好了 很棒 你有種很佩服自己的感覺 真好 我說真的 嗯 生完之後的孕婦她是需要時間去咀嚼 前面發生的這一切 以及現在又要發生 這很像是續集已經開演了 然後你還沒有時間把第一集咀嚼完畢 第二集又來了 我其實是覺得應該要留時間讓自己 咀嚼一下前面到底發生了哪一些事情 新手家長都需要一點時間去適應跟接受跟學習 任頓會這樣講是因為他已經經歷過了 電影都看完了回去想然後再回來跟你講說 啊你這個都看不懂 劇透一下 有道理有道理 在當下的家長都要花時間去咀嚼這些東西 我可以把小孩照顧好 在他該做什麼事情做什麼事情就是OK 可是我還是要花時間去感受一個 哇我當媽媽咧 自己內心的感覺 其實小朋友到現在都已經出生快三個月了 我們到現在都還是會吃飯的時候說 我們有一個在宅了 我們就這樣有一個小孩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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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媽媽咧 我覺得用理性的思考我覺得很莫名其妙 想說你都已經肚子變那麼大 把他生出來了 然後小孩都三個月了 還在想這句話 我覺得那是一種情緒 不知道要怎麼講要講激動嗎 還是要講什麼我不知道 但就是一個無法言喻 但是最終蹦出來的話就是 哇我們有一個小孩了 奴隸這麼久有一種 哇就這樣達成了耶 好不真實的這種感覺的那一種情緒 就是需要花時間去消化它 我覺得我們都還在咀嚼 也是希望讓跟我們一樣在這個階段的人知道說 你也可以花時間咀嚼一下這個神奇的過程 感受你的感受的時候必須是專注的 此時此刻不能有其他讓你分辨 不然你就沒有辦法去回顧過去 因為其實我內心深處也真的相信 假如說等小孩都十歲了 回想的過去就是 要差心會蠻高的我猜 你以為是那樣但實際上不是 但你卻不可靠了 而且包括生完之後這個生母孕婦啊 例如說她第一次倒垃圾 例如說她第一次重回工作 其實都是新的感受 如果有生過小孩的話 她都可以細細咀嚼 也許你覺得沒有什麼感受啊 不就跟以前一樣嗎 我覺得這是一種要回自己身體 然後你重新重拾它 你的體驗會是 跟以往刀垃圾的感覺不一樣 經歷懷孕生殘的人 可能才會懂的 那就跟大家分享這一點 如果你很想看我們的影片 請不要鈴聲按下訂閱 小小的舉動大大的幫助 訂閱 小小的獨特 它們覺得這麼多點 都是Focus在我們自己身上 好像都沒有講到小孩 但明明我的主題是在說 三個人的平衡 整個家庭生活該怎麼做 其實現在就要講小孩了 為什麼我們前面又要一直講自己 是因為我前面有說到 我們自己是家裡的支柱 如果我們兩個不好 是整個家怎麼好得起來 所以我們先把我們自己弄好了之後 跟小孩 我們就可以講一加一大於二啦 二加一大於三 對 你們現在跟寶寶發現有一些共同事情 是一起做會很開心 就是你可以去發覺一下 做哪一些事情是 你們三個同事做的時候都很開心 而且都可以保佑自己想要的東西 比如說我們喜歡聽音樂 但是呢 恭喜喜歡聽迪士尼的音樂 然後我喜歡Lady Gaga 播Lady Gaga 播的真的是讓我自己很澎湃 然後呢 這個小宅宅呢 他就在那邊要哭不哭 有點嗨 但又沒有真的就是放聲哭出來 我就看一下時間 不可能 現在不可能還餓 感受一下現在狀況是怎麼樣 也許不是生理需求的 是環境 OK環境有什麼味道 OK味道 OK我覺得 溫度OK 有冷氣啊什麼的 音樂 音樂 欸是不是他不喜歡聽這音樂 有可能喔 然後是跳迪士尼的 各個卡通主題曲 放出來之後就覺得啊也不錯嘛 恭喜他也是聽得很快樂 會隨著音樂開始收入主導 聽到什麼under the sea 就開始在那邊這樣 四肢在那邊動動動好快樂 聽到什麼美女女演唱那種比較情歌 他就會這樣 看他反正會覺得喔 這音樂真的很厲害 很神奇對不對 有辦法準確的傳達想要表達的東西 這樣那種無疑這樣 我就覺得哇厲害厲害 就是這音樂在那邊讚嘆 然後覺得那種很澎湃激昂 突破逆境的時候 公司的那個也是很激動 他也在突破那個感覺你知道嗎 這一個就是我們三個裡面 其中一個平衡的事情 音樂上戲 然後包括我自己其實從來沒有好好仔細 聆聽過迪士尼的音樂 我是那種會花時間直聽音樂 然後看歌詞這樣子 最近有跟他說很大的體悟是 我覺得很棒就是準備好自己 這個最好自己給小孩 可以感覺到家裡更有興趣 編織未來是非常重要 編織三個人的未來 我覺得也是平衡的很重要一點 就是把所有你在乎的人 納入你的未來考量 像恭喜對迪士尼 這麼這麼的有回應 那時候我真的忍不住對他說一句 我以後一定帶他去迪士尼 而且我覺得其實很快 因為到時候我們再去美國 做第二次的植入的時候 我覺得我應該就會排一個時間 就是帶他去迪士尼 我不管他那時候才一歲多 我還是覺得還是要帶他去 誰知道那個時候的他感受到什麼 我覺得小朋友的事件 因為發生的事情沒有很多 所以當你有一個很特別特別難忘的事 或許對他來說會有一種 他心理內心不同的感覺 說到這個其實很多人都在說 小孩這麼小 帶出國幹啥呀 我覺得如果狀況是允許的話 我當然願意這樣做 這就是三個人的體驗 就是不是只是 只是只為了帶他 欸不會也很重要 我也很重要 我跟我小孩 第一次帶他去 可能跟那些大娃娃玩偶的互動 不管是哭還是笑 那對我來說也是 我感受到的嘛 畢竟我就這麼大一個 我當然對那些玩偶不怕 或是沒有什麼太大的反應 帶自己的小孩去 我覺得那感覺不一樣 因為你說要編織這個 我們一起去迪士尼的這個 因為我小時候其實是 沒有好好看迪士尼的人 我也沒有花時間去了解 但我就會覺得 好 我願意花時間去了解一下 這每一步在幹嘛 因為我覺得他現在學習有點飛快 所以我覺得 他開始能夠看一些什麼的時候 我就會開始播一些動畫 就算你看過就好了 你不一定要懂 你看過那一些人物 我覺得就很足夠了 出遊前的預期 然後你到那個地方之後 就會想到說 認得出來 我在家裡也有看過這一個 希望我們不要太天真 應該不會吧 不管那也是一個體驗的過程 你預想跟實際上的落差 我覺得那也是有新的體悟的 那我們今天一向的分享就到這了 不要忘記 察覺自己的狀態 還有整個家裡的狀態 好啦 喜歡的話記得按讚 訂閱加分享 想要做掰掰